虽然今年的疯狂三月还有半决赛和决赛要打 但一些已经结束赛季的球员 开始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了 例如肯塔基的五星大医生 Jesdy Edwards就在今天正式宣布投入选秀 大家好,我是Terry 这位身高6尺8寸203公分的球员 高中时是23届顶级五星高中生 不仅曾两度率队得州冠军 还在高四那年场均得到17.9分 7.5篮板的数据 赛季后被选为宾夕法尼亚州篮球先生 当时他在四大体育媒体上都为同届前五 更被认为是23届全美第一的小前锋 但在肯塔基的这个赛季 Edwards表现难称优异 场均得到8.8分4.4篮板 投篮命中率48% 三分球命中率36.5% 虽然在对战阿拉巴马的28分 是赛季代表之作 但整体表现普通 暂时没有兑现天赋 现在选球行情为一轮末到二轮出 Edwards表示 我总是希望能满足人们的期待 但那其实使我压力过大 反而伤害了我 但从赛季末开始我决定为自己打球 感到如释重负 接下来我会变得越来越好 Justin Edwards无论身材 运动能力还是球技的全面性都不错 但他本赛季一直没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从心态上就没准备好 以至于没能打出精彩的表现 而现在决定投入选秀 接下来的备选和视讯过程就很重要 就看他能不能打动某NBA经理 愿意用一个一轮签去选择他 除Edwards之外 匹兹堡大学的大一后卫 Karton Carrington 也在今天宣布会投入今年的选秀 这位身高6尺5寸196公分的空位 高中时只是排名同届100名左右的四星高中生 而本赛季在匹兹堡则一上来就给人们的惊喜 大学首场比赛砍下18分 12篮板10助攻的三双 赢得球他们的关注 虽然接下来Karton开始受到对手们的重点关照 但他赛季仍然缴出了14.8分 5.2篮板 4.1助攻的数据 当匹兹堡半个月前在ACC联盟锦标赛半决赛输给北卡之后 Karton当时暗示他会留校打大二赛季 但过了两周后的今天则决定投入选秀 看起来他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改变了主意 因为参选是对于自己来说最好的选择 这位高空位在1号位身材优势明显 不仅可以自主得分 设成远 还有传球视野和篮板球能力 在今年他又进入选秀前20的潜力 最近宣布参加选秀的球员还有印第安大大学 先高7尺213公分的内线Kleoware 他本赛季场均贡献16分 10篮板1.5助攻1.9封盖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59% 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2% 数据比较亮眼 但球队战绩惨淡 他的选秀行情为一轮末 接着弗里达州立的内线 名字起得非常占人便宜的巴巴米勒 也于最近宣布投入选秀 他本赛就有场均7.6分 4.9篮板1.4助攻1.1封盖的表现 选秀行情为第二轮 最后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日本库里富庸起身 在今天的大学三分球大赛上 击败了来自于南加大的布格埃利斯等人 连过三关拿到三分球大赛冠军 不仅如此 更在比赛中学习库里的招牌动作 引得全场欢呼 他夺冠之路上的三场比赛 分别拿到25分 24分和19分 这位身高6尺2寸188公分的球员 本赛地场均得到15.1分 2.3篮板1.4助攻1抢断 投篮命中率46.6% 三分球命中率37.6% 罚球命中率87.5% 率领内布拉斯加杀入了疯狂三月 而他的下一站会去哪里也备受矚目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